- 幫我開一下 - 嗨 大家早安 我是豆腐 然後相信最近大家在Genevia Slack上 如果有稍微關注一下的話 就會知道我有去申請一個計劃 叫做Genevia Program 只不過就是 中間可能 有一些 我自己這邊出了一些小問題 所以今天 就是想要來給大家一點比較正面的回應 然後我有寫一份講稿 就是現在唸給大家聽 嗨 大家好 這邊是豆腐 今天我要來分享有關於休學的事情 首先就是 我休學了 相信大家都有在Stack上面看到我 丟出來這張投稿 這樣子 這是一封 Jamevia Program的投稿 這是一個由 台灣大哥大的總經理兼 AppWorks的創辦人林志成 把起的計劃 徵導對象是 21歲以下的同學 獲選者可以獲得100萬的獎助金 但限制是拿到錢之後 就是必須要選擇休學 休學一年探索 就是探索這個世界這樣 對這筆錢就是我拿到了 所以我明年會 確定會休學一年 但不過在繼續往下之前 我想要先跟社群的大家說聲抱歉 這樣子 因為我在沒有跟大家討論的情緒下 就是只因為看到Ronnie三月的時候的那個 就是大送整稿的那個提案 然後就對黑客送的經費的短缺感到非常的焦慮 然後就近次 就是在投稿截止之前 六個小時看到IG的限動就是 很倉促的就與GDB參與者名義申請的這個計劃 因為寫的就是 就是這份稿子就是寫的太快 然後太倉促 然後再加上就是有點Emo 就是不小心使用了蠻多誇大的字詞 以及刪斷描述 就是讓外面的人 就是產生我這樣代表GDB 申請這項計劃 然後拯救著整個社群的感受 但其實事實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這完全只是我自己當時的 一個感受的描寫而已 這樣子 就是一不小心就是 就傷害到了很 就是一些社群的參與者 然後也間接的否定他們的努力 就是實在是感到非常的抱歉 這樣 就是甚至還在就是得知獲選以後就是 因為當時這份文件公開的時候 就是它裡面還有一題就是 就是關於家人的部分 然後因為這個共筆 它的版本就是 就是就算我把它刪掉以後 就是版本紀錄裡面還是會留下 那是有關於我家人的內容 然後我家人就是就是 就是認為就是把他們的資訊 這樣子放上去很不妥 所以就是我就先把它撤下來 但是我並沒有在 我並沒有在就是 那個共筆撤下來之後 馬上把修改過的版本 例子放上去 對 那造成了大家擔心更誤會 就是實在是非常的不好意思 這樣子 那下次如果 一到可能會牽涉到整個社群的狀況 我會在做相關決定之前 先來大宋提案 一或者是說 先在general頻道先去做討論 然後會留下相關的討論共筆 確保社群的所有人都有機會 針對這件事情表達他們的意見 然後也確保類似的情況 不會再發生 但是呢就是GNV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這裡是我接觸科技世界的窗口 然後接觸很多先進思想的起點 也是我高中回台灣以後 就是練英文練得最多的地方 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爸媽不在台灣的時候 就是當時到過了321 就是今天跟著我一起來 其中兩位表妹的爸媽就是 偶爾會在我其他家人 反對自己5點起床 然後搭清晨6點的火車 就是出發的火車 從新竹跑到台北的清理下 就是偷偷讓我來到這個地方 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這樣子 我在跟電視的時候 有跟謝米說過 就是這裡 就是GNV這個地方 除了有有趣的朋友 以及有趣的事物之外 這裡對我來說就是 也慢慢產生了假的感覺 所以我不想讓這個地方消失 這句話其實有問題 因為這句話其實確實有點誇大 就是因為松不見確實不代表 就是GNV整個社群都會不見 這樣子 但我比較擔心的事情是 就是假設 就是黑客松不見之後 我就沒有辦法像今天一樣 就帶我的家人來這邊玩 就是去接受那些 大家分享的 就是那些非常美好的東西 我不想要讓後面進來的人 沒有辦法享受這一切 那就是那種 離開大松之後 因為感受到 就是自己好像 有辦法影響做到些什麼 而是已經生在發亮的感覺 所以我當時 就是在看到這個投稿 快要解決的時候 才非常衝動的 非常衝動的 就是做出了申請的決定 因為我對於這種體驗的消失 感到非常的焦慮 這樣子 即便後來知道 就是這種做事情的方式 顯然是有問題的 然後也因此感到非常的 後悔 但我還是很愛這個社群 因為這個地方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 還是會想要試著幫一點忙 這樣子 那 原本我打算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收學計劃的具體規劃 但在經過這幾天的討論之後 我發現 我預期的跟實際上發生的其實並不太一樣 我覺得在沒有經過與大家充分討論的前提下 就貿然拿出這筆前提出計劃 並邀請大家配合 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決定修改我的計劃 短期之內暫停 就是打算在社群裡面執行任何計劃的 好好的花幾個月的時間 認真的在社群裡面參與各個專案 與各個專案參與者 就是各個社群參與者相處 比方說在各個專案裡面貢獻我的設計 就像我剛剛在外面做的一樣 好好去理清楚說我到底想要在 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麼 以及就是大家目前所面臨到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我想要邀請大家透過溝通 就是了解彼此的需要 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決定 後續就是介紹一年的這些內容 而我非常感謝 就是Jamie願意在這個時候 就是給我這個機會 在社群裡進行探索跟實踐 在面試過程中 我有明確地向Jamie表達自己 並不代表整個GNB社群 並且承認GNB社群內還有許多自己還沒有探索過的角落 我所接觸到的社群經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在未來一年中我將會計劃透過貢獻設計文件的方式 來去更深入地參與這個社群 但因為在論述上的不嚴謹 而對社群的參與者造成的傷害也是我犯下的非常實際的錯誤 同時也促成了今天有關於社群之類的討論 我非常虛心地接收來自各位的指教 然後也非常感謝以下的社群參與者在這幾天 以及在這之前給我的回應 這幾月包括小班 Isabel 比林 哲偉 Ronnie PN5 直浩 皮秋 Epa Peter RS Tab 有種感謝你們的時間 告訴我這次犯下的錯誤會對社群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之所以此類行為在社群是不被允許的理由 我學到了非常多 同時也為自己先前表達的不嚴謹 而造成大家的困擾感到抱歉 我會在接下來一年花時間好好改進 我願意為接下來犯下的錯誤負起全部的責任 也很感謝大家的時間 我是軍營業參與者 我為我作為行動者的身份而感到自豪 謝謝大家 然後就是 Jamie昨天晚上就是 林哲晨昨天晚上也有打給我 然後告訴我說有幾點就是 是必須要跟各位曾經的 主要是有兩點 第一點是 Jamie's Gapier Program是一個以獎助個人為主的獎學金計畫 旨在邀請21歲以下的學生收學一年 以進行以個人為主題的人生探索 申請者於申請表上書寫的專案 並不完全是受獎與否的關鍵判斷移 且受獎者藉由此計畫取得的資金 完全是以個人名義取得 申請者受獎是因為其個人 與個人之外的組織並沒有任何關係 這當中包含G0V 以及任何與其有所關鍵的專案 同理受獎者並不會因為其背景為何而影響 最終的審核結果 長久以來 AppWorks一直都很支持G0V社群的運作 與此之後也將會繼續支持G0V JGP計畫會因為申請者的背景 為G0V的參與者而影響最終的審核結果 同時他們也很鼓勵 未來21歲以下的G0V參與者也能夠申請這個計畫 即便申請的計畫內容 與G0V社群有關或有關都沒有關係 申請者以此計畫開啟個人 對於這個世界的探索才是 之所以成立這個計畫的初衷 以上 好 我們謝謝豆腐 下一個呢 最後一個